三分钟新闻通 大马第四度当选国际民航组织理事国 有效保障国民飞航权益 大马在日前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 ICAO第39届大会上再次当选 连任该组织2016年至2019年理事国 这是大马从2007年起连续四届当选为理事国 在本次获得172票中的129票 其他当选理事国的还包括 澳洲、中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等 代表大马出席本次大会的交通部长拿都斯里廖钟来表示 大马再度当选代表国际民航组织肯定我国做出的贡献 让我国备受鼓舞 料钟来说 大马作为发展中的驱扭民航枢纾 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国际民航组织 不遗漏任何国家的愿景和下一代航空专业人员的措施 通过大马技术合作计划 培训和满足全球航空工业的需求 大马相信确保乘客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 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展开更好的合作 就能看到成果 国际民航组织成立于1944年 是联合国属下专则管理和发展国际民航事务的机构 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 以发展国际飞航的原则与技术 并促进国际航空运输的规划和发展为重心 目前国际民航组织共有191个成员国 大马于1958年加入成为成员国 并从2007年开始连续三届担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国 一直在民航安全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本次大马第四度当选理事国 往后可继续参与制定国际民航规格 协调管理、民航领域的高层次合作等 能更有效地保障国人及全球旅客的飞航权益及安全